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中國禁聞 由於中共在南中國海爭議水域 設立鑽油井和船艦衝撞 導致了越南的排華浪潮 令國際社會非常關注 也令人擔心中越會擦槍走火 據海外中國茉莉花革命網站報導 5月16號和17號 廣西平祥防塵港崇佐等地 大批重裝部隊在進行調動 其中包括裝甲車 火炮 重型坦克 榴彈炮 指揮車等大批重型武器裝備 17號 在雲南昆明 也有大規模部隊和坦克調動 各式軍車 坦克 裝甲車 車籠長達數公里 造成高速公路的擁堵 此前有媒體報導說 中共軍隊已經進入三級戰備 但是被中共軍報所否認 廣西平祥市是35年前 中越戰爭東線戰士的出發點 對面是越南重鎮亮山 據新華社報導 烏魯木齊火車站的爆炸案 由東伊運組織策劃和指揮 這是北京當局首次把烏魯木齊爆炸案 與東伊運聯繫起來 人間組織表示 目前沒有確鑿的證據說明 這個團體要對襲擊事件承擔責任 北京只是把東伊運作為壓制維吾爾族的藉口 英國路透社報導說 很多專家和人權組織對東伊運是否真實存在表示懷疑 另外中共警方17號聲稱 14號抓獲了烏魯木齊爆炸案的7名再套嫌疑人 他們分別是爆炸事件 嫌疑人瑟蒂爾丁、沙烏提的哥哥、弟弟、堂弟以及妻子等等 六四天安門屠殺25週年前夕 中共當局加強了管控 從了不允許訪民前往北京 嚴格限制意見人士的活動範圍 最近還有禁令傳達至高校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廣州美術學院城市學院日前下發通知 禁止學生在6月10號之前離境 參加境外的教學考察活動 另外 廣州還有多所大學被禁止在校內 舉行社會文史議題的公開講座 這些學校包括中山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濟南大學等等 好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